西海岸王家騎警正試圖確認一名向Tim Horton 員工潑咖啡的男子 案件發生於1月12日 當時該男子在金樓街Goldstream Avenue 845號的Tim Horton 因為拒絕戴口罩和員工發生口角並被拒絕服務 翌日該男子拿著從免下車通道購買的咖啡再度回來Tim Horton 當他被告知由於之前的事件而被再次拒絕服務的時候 男子把手中的咖啡撥向了一名工作人員 該員工務受傷 警方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希望可以找到他